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有關於第三案 中正橋、串串橋保存在利用計畫的案子 在3月10號一大會決議 已經邀請委員召開諮詢的會議 會議紀錄及相關信證處提供的一些報告資料 在各位委員桌上記錄 各位委員參與 以上報告 請教各位委員針對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有沒有要修正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原則上卻通過 但是在會議結束之前 大家如果還有人要修正都可以這一次記錄 好 我們就下一個案子 報告案1 新北投車站 開幕營運報告案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我針對新北投的106年4月1號開幕活動 及106年營運計畫做報告 我們分兩個部分來報告 第一個是有關於開幕活動的部分 開幕活動包括開幕系列活動 還有有關內部的空間展覽 跟販售區的一些時光販售的目前的一個規劃 還有一些有關於向外延伸的一些導覽活動 接下去會報告這個106年度的營運目標 跟營運方向 跟初期的空間建設的一些規劃 跟未來我們的計畫跟願景 因為新北投車站是1916年建的 所以當時我們有希望 就是100歲的時候 新北投車站能夠回到新北投地區 所以在106年的3月31號 在100歲的最後一天 我們將發起一個就是新北投回娘家的一個 回家的一個歸鄉的一個爵士樂活動 然後是由我們這邊地方的社團辦的 然後會邀請有關於彰化的地方團體 以及地方的士生 還有當地的有關的博物館及地方人士參加 一方面是感謝彰化地區對於新北投車站的一個照顧 二方面是連接當地人士與新北投車站的關係 那當天表演會由北投的志工隊 然後溫博館志工隊會演唱相關北投的滋味的歌曲 然後會由決響大樂團來做一個表演 另外有關的節目是從晚上的7點多我們就開始熱場 然後有決響大樂團會演奏一連串的歌曲 然後溫博館志工隊會表演相關的一些曲目 然後線外內容請參作 到4月1號的下午我們會講開一個開幕式的一個活動 然後因為北投這邊都是為屍穴 然後也是很多施政的起源 所以我們會用常施縣瑞的方式用龍跟寺部分開啟這個周端 然後呢會有一個就是有關於類似火車站的一個計時器的一個方式 然後會跟當時1916年的百歲人瑞的三位人瑞 一起來慶祝北投車站回歸的一個生日 在慶祝完了之後會進入內部參觀 我們這次參觀是以整個就是新北投車站的一個 我們完全聽不到的聲音你們在這邊開會 開放旁聽完全都聽不到的聲音啊 好接下去的部分就是會有關於 不是接下去 因為你是開放旁聽嘛 不好意思我們已經在處理了 開放旁聽不到那你繼續教大家聽什麼 大家不就是要聽你的嗎 請問這樣多清楚嗎 現在不是這邊清楚是裡面完全聽不到嘛 所以你要過去啊 不是我過去問題是我們來跟你們講一下 你們暫停一下 你開了 好 接下去就是我們會有一連串的就是依照時序去排 新北投依照老照片去 由三個窗到1937年四個窗的一連串照片介紹 然後會有因為 新北投車站回娘家有一個公益信託全市民發起的一個買回的一個運動 所以英國的世界國民信託主席也會來做一個連線的支持的一個影片 另外的話我們也會有一連串的有關產品的導覽解說 通過車站的展覽之後 會到後面的七星館廠之前 副市長會接受媒體的聯訪 然後接下去會展開地方團隊的嘉年化遊行 遊行回來之後會有一連串的表演 這是有關於整個動線 就是我們從前面的部分穿過新北投車站之後 然後後面會有五個大隊 包括嘉賓大隊跟非政府營利組織 就是跟社區跟學校大隊跟民俗大隊 然後會沿著由副市長這邊跟地方的士生來宣布遊行開始 然後展開今天的遊行活動 會由光明街這個部分開始繞行 然後沿著中央改路到玉仁路 回到新北投車站 然後會繞行到舊市區跟新市區 讓市民能夠感受到整個新北投車站回娘家的一個熱度 有關的部分的話 除了遊行之外 我們也會舉辦一連串的市集 然後會有包括地方的文創 還有地方的農業加工品的部分 還有學校團體的部分 目前已經邀集到37個攤位 然後會四天的在這邊做一個 幫北投發光發熱的一個市集活動 另外我們開始除了這個市集活動之外 我們也希望延伸北投意向 而舉辦了四天的相關的主題活動 第一天就是有關於樂琴的部分 因為陳明璋老師一直在北投地區是一個意向的代表 所以晚上的時候7點半到9點的時候 會有陳明璋老師帶領他所相關的一些社團 還有樂團來做一個表演 然後第二天的部分我們會連結就是 1980年北投新北投車站拆了之後 跟捷運之間的一個連結 然後我們由捷運行一起合作辦了一個捷運草地的一個捷克草地音樂會 然後會邀請現在年輕人的一些相關團員 比如說佩亞還有街舞冠軍 還有二本貓等這些相當受歡迎的一個年輕團隊 來連接捷運跟整個北投車站的關係 也讓年輕人更有這個意願 回到他們想起已經或遺忘的一個 新北投車站的一個歷史 第三天的部分因為北投一直是溫泉鄉的一個起源 所以我們會用Nakashi的部分 然後呢會邀請有關的一個樂團 比如說謝雷還有當地的溫泉協會六組的Nakashi比賽冠軍 然後也會去董事長樂團來演奏一關台語的相關歌曲 那第四天因為剛好適逢有關同樂會的部分 然後是兒童節會會請北一中心的部分 然後會以整個草地作為一個舞台 包括了神秘失控以老戰新生用人生的方式去表現 車站老然後有新的一個創意的一個意象 另外也會有一個劇團叫河系商行 有點像干媽講的味道 讓大家回味以前那個年代的那種老滋味 另外也會有跟兒童互動的一個董一峰舞的親子希望舞池 來做一個連結 希望就是這一天除了延續前面的意象之外 然後到這個部分的時候能夠全家一起歡樂 這是有關外部的活動 那裡面的展場部分我們將做一個報告 這一次的展場部分的話我們規劃因為 由以整個北投的原來的車站大廳的約30坪左右來做一個展示 然後展示的內容的話包括一個就是有關於舊文物的展示 包括它的原來的里傳達建築師的設計圖 還有一些舊的照片史料 還有舊的建材的部分我們也保存在現場來做一些展示 另外我們會依照北投車站的誕生 從1910年一直到歸鄉的這個程序 把聲音以及相關的一些建築圖來做一個類似於展示的方式去 讓大家除了可以了解到舊文物 也可以了解到它原來的一個歷程 我們的展示盡量不去碰到旁邊的站體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部分是車站回歸最重要 也是讓大家體會最重要的一個空間 所以盡量是用中間的一個空間來做一個 布展的一個方式來展現這兩個主題 第一個是有關於里傳達建築師在當時畫的一張很重要的一張圖 然後我們這次也把它呈現在主要的一個展示區的背板 另外旁邊的部分有扭眼窗我們會做一個重組 然後讓大家去體會到這個部分很重要的人物 另外重要的文物另外也會做一些木板上面原有的一些日治時代印記 比如說是日本總督府時代所留下來的這些東西會放在這個主要的展區 也就是歷史的一些木料成料會放在主要的展區 另外旁邊的部分我們會透過一個時工的序列 然後去展出一些相關的老照片 從玉場線的三個扭眼窗到四個雙的1937年的破建 到整個鐵路時代到後來到1988年的民俗村 讓這個部分的一個序列能夠很完整的展現在整個來參觀西北頭地城的一個群眾當中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回歸這一段歷史當中的一些相關努力的文獻 包括北頭廁所邊列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去看到這些舊文獻 然後跟地方的地方文史來產生一個連結的部分 然後重溫記憶的溫度 從此之外我們也希望除了用看的部分 也希望透過聲音的部分來做一個展現 也就是說有些老故事可能是這些曾經經過西北頭車站搭車的經驗 或者是曾經看過的經驗 然後去說有關的故事 然後我們會邀請陳明朗老師、陳慧馳老師、楊葉老師跟北頭說出人 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經驗來闡述這一段歷史 然後讓現場的遊客能夠透過耳機的方式去聆聽那個時光的感受 除此之外我們旁邊也設計了一台很特別的 也就是當時的小藍皮的柴油列車的一個造型的展示的一個小火車 然後裡面有一個就是很特別的就是一個單軌慢行 就是最後一台最後一班列車拍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文史紀錄者 然後沿著後面的車廂紀錄了這整個過程 然後紀錄裡面這個車廂你就可以感覺到當時好像搭到單軌慢行的這一班列車 然後去回味當時新北頭最後開出了一班列車的感覺 另外除了在展覽之外我們中有一個小小的時光販售區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希望就是在這個新的 新北頭車站歸鄉的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些相關於鐵道文化或者溫泉洪化的一些產品來產生 然後能夠使這個地方產生一個時光販售的連結 另外也會滿足就是有關於來這邊希望買一些就是在地道地的一些商社品的一個小小的場域 我們基本上我們先設計了三款為主 第一個是有關於捷運跟北頭車站的一個連結 所以會設計了一個木質塊木紋的一個捷運車票 然後透過這樣子讓人家感受到搭捷運之後 然後會想到到新北頭站來做一個參觀 另外我們也連續北頭的有關於就是鐵路的一個印象 然後設計了一個鐵路便當的部分 讓大家這個部分來有一個感覺 另外也設計了一個包巾 以前的鐵路便當是用一個包巾 所以用包巾來做一個包設 另外的部分的話我們也設計了有關於當地引進做一個連結 包括了整個陳明江的音樂盒 它是一個新北頭車站的造型 跟當時的單行列車跟有關於的一些文創商品 除了之外我們也希望從這個平台開始做一些連結 比如說我們會向外拓展兩條路線 一條是以溫泉為主 一個是以歷史經典為主的一條路線 然後在這四天的早上跟下午各有一場 另外呢在這個展覽部分 我們也希望在向東之間留下旅客跟參與 一起參與這個有關於歷史的一個經驗 然後會做一個揭開的活動 這是有關於我們四天活動 跟包括整個地方發起的一個連結100年的一個向外的活動內容 接下去包括未來的營運目標跟營運方向 跟營運規劃跟計畫跟願景 我們的願景是希望這個地方成為生態博物園的一個門戶 也是一個北投特色入口平台 然後也是一個社區社造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委員會是由很多社區的文化團體跟地方組織所共同組成的 另外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地方能夠推展整個北投生態園區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也會在這個交付的起見當中 盡量收斬車站相關的文獻 然後會做一連串的有關於營運管理的部分方針的維護 另外也會致力於整個推展車站的旅遊跟生態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們把空間的部分就是分為依照整員來車站大廳的 跟設計的部分會展覽區販售區跟整個服務空間的部分 我們第一展剛才已經跟各位長官報告過 就是有關於整個北投相關的歷史軸線的一個展覽 第二個展覽的話從9月份開始會以整個北投生態園區的部分來做一個展示 然後讓大家了解北投車站開始相關的旁邊的一些歷史資源 這個部分另外的販售區我們剛剛除了創造商品之外 未來我們會陸陸續續的在引進旁邊的更多的商品 從鐵道的一個概念跟北投專賣的部分來做設計 另外也會創造獨家販售或者是跟旁邊的商間來連結 除此之外在整個原來車站的售票空間的部分 我們希望提供還是一個服務的一個概念 除了有關商品販售的一個連結之外 另外我們也會成立這個地方為一個諮詢中心 然後會導入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說廚人或者是北投的故事屋 設大故事屋來體驗這個地方的有關的北投生態環境 另外的話也會這個地方提供很多的北投的相關的資訊的一些折業 或者相關的哲學服務 也從這個北投開始也說從捷運站鐵道站在旁邊開始發生 未來的除了內部的空間 會延續原來的展覽跟規劃販售的規劃之外 我們也會在外面辦文創市集 然後也會從街頭藝人 然後也會透過內外空間不同的去深造鐵道主題 或者不同的主題去展驗 然後也會推顯一些知行之旅 我們未來的部分希望北投的四季都有不同的文化活動發生 我們現在春天的部分是北投目前大部分去北投比較少的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從春遊翼站 還有從當時除了洗溫泉的時候 日治時期的夏季的一個大那兩季 這兩個部分我們希望由北投車站來辦一個主要的一個推手 那秋月行聲就是陳明章老師的到秋天的時候會有月行戰業 然後到冬天大家都會來北投洗溫泉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連結跟北投溫泉博物館 還有在地的一些管設 然後共同來推動北投生態園區的一個概念 以上是今天的相關簡報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在請教委員意見之前是有登記要發言的 這個是報告案 這個是報告案 這個沒有 好 剛才要跟在場的委員先不好意思一下 因為我們在裡面完全聽不到聲音 我想這不是公民參與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願意 我會跟你們抗議說 為什麼你們要暫停 那好 我先針對這幾個事情 因為我看到這個是個歷史調查報告 第一件事情 我想說他應該要補一些所謂的資料在 因為這個新北流車站的一個回家是從1996年開始 陳偉智老師就開始推動 那我剛剛看了幾個報告 包括那個楊葉老師已經跟你講說他們去了 你還說他要去 這是違照事實 那在這邊歷史的參與我希望做幾件事情 那個以前我跟張顧問 跟副市長那個開會的時候 那個我們張顧問講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要把阿滴路 因為那個錄音帶 錄音因為還在 當時張顧問講說市長急著要減財 所以他不能做都市計畫的一個變更 這個我想應該把它列入進去 第二個 那個當時的文資委員 在2013年我們在做文資搶救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是一直在地方上吵著要幹心的 讓我們非常心好 讓我們自己去這樣努力的做搶救 可是這段意思完全沒有 當時的詹昆政委員講一件事情 是否也是在維登而已 他也是暫時是幹心的 我想這個影片在網路上也找不到 你要不要把它列進去 另外一件事情 那個陳菊俊副市長到北投這件事情 後來這邊 我們前幾天在講到利用德料 被人家所謂的那個 我們講到說他說到一些不公平的一個待遇 陳菊俊副市長來這邊看我們北投人的身分證 我們說我們是北投人 還被要看身分證 這個要不要念悟到歷史紀錄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講李創化前局長 跟張立山顧問在北投的幾次所謂的公聽會裡面 他所謂的用強行宣布的方法 做一個公聽會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那個公聽會完全是講 你要不要做紀錄 另外一件事情 彰化的一個文資搶救裡面 船過水無痕 彰化的文資團體現在眼淚往肚子吞 當年在做搶救的時候 彰化至少有八個團體來做這個搶救 你們一句話都不提 那只在做收割人家的結果 你們對得起彰化的意思說 文資搶救的嘛 今天如果沒有彰化的朋友 沒有翁金柱委員 今天新聞實上不會回來 我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做地事成縣 請你完整完整整的做地事成縣 也包括當時台北市政府怎麼跟民眾講說 清北老實上會被老家 要去蓋新的這件事情 你都不需要一五一四的把它爆發出來 謝謝 謝謝 剛才那個很多民政啊 一個什麼神代園區 這個神代園區的這個民政啊 什麼時候開始啊 還是我不太了解 因為裴多社的那個很早期的齁 那個時候的民政是生活環境博物 博物園 所以那個本來是Eco Museum 那個就是直接翻譯叫生代園區這樣子 那生代園區的話 那個生物那個什麼 動物植物的那個生代有一點 有一點就是那個混在一起 所以原來的名字是生活環境博物 但是民政改也沒有關係 但是什麼時候改 改的話的正式是現在 生代博物園區嗎 這個我也要問一下 那麼我們再改了部分 這個現在我們可以先改了 這是版籙的 妳可以說 到這邊 她們也可以先改了一個 妳可以改了一個 今天我們可以改了一個 現在我們改了一個 今天我們改了一個 那後來我們改了一個 小中間 她們的文政已經改了一個 現在我們改了一個 那樣就是 可以改了一個 空間會有做到一個局限或狹 比較讓人家會覺得是在一個固定的空間 然後目前我們做的方式是以整個 包括歷史還有自然還有人文的部分 所以剛才跟各位委員包括我們活動的規劃 未來是從新北斗車站做一個延伸 做一個起點 然後用生態博物園區的部分 至於這個館的部分是我們 前幾次考量會議之後 經把他做一個濃縮跟縮減 然後不去做一個管設的一個思考的一個方式的一個呈現 不是管語言的問題 管語言都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生態園區 或者生活環境博物園 原來就是生活裡面就是人也有包含 人的很多人工也包含 就是拿一個名證沒有關係 但是還是什麼時候改掉的效能 是這個我們會再做 再檢查一下 重視的名證都很重要 以前那個虛 以前那個虛阿咪咪先生 那個推動的時候 生活環境博物園 所以這以後改意沒有關係 哪一個是重視的名證 那個剛老師報告 其實那個名稱真正報上去的是去年底 報到那個文化部的計畫的時候才改 但是原則上是跟那個園區是一致性的 只是計畫的名稱當時報上去的時候 有做一些修正 大概是這樣 時間點我們再補充 一個出信參考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在 大概十幾年前我曾經做過北投 然後把它規劃為生活、生態、元氣、博物館 所以那個報告如果能夠參考一下 那個是花研究所全部的力量 去做了一個學期的調查 規劃我們把它在歷史邊緣 那個可能有很多可以足夠的素材 可以作為我們採用 那接著研究所 我們帶著研究生在那裡去調查 去做過規劃 生活服務館 那它就包括生態 報告小老師 去年那個六月到北投去開會的 那個資料原則上就是參考那範圍 我非常謝謝委員 今天這個是開幕營運報告案 不好意思 據我所知 西北投的車站另外有一個軟體的規劃 是不是以後有個陳設還有一個軟體 應該還有一個 那個今天有報到一點點展示的部分 那個另外在審查的會議裡面都有審查 那個有做其中其末的審查 對 相關的報告會不會變委員 可以可以 那個沒有問題 如果老師有需求的話 再把那個展示的部分 再給老師 對 因為剛剛提到老師 還有他們民眾的意見 都是對月長自己辦 對 跟這個我們講開幕營運沒有問題 對 他們營運也是固定的時間 對 已經定了 那天在管社經營會議裡面 其實是有審查的部分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接種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報告準備非常 剛才 我們這個登記發言的這個過程 我想在這個後續應該似乎的去考驗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案 報告案2 民眾提報案件 陳偉找公務群列測追蹤案 報告案 案有民眾提報案件 陳偉找公務群列測追蹤案 報起工件 依據文書保存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 辦理情形 第105年10月25日 台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即台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西部計畫案 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職工迷獲團體所提 陳情意見 編號西湖36號辦理 提案人 本案 非所有群人 陳偉找公務 座落第1號為內湖區 壁湖段二小段 658第1號國有地 662第1號市有地 本局於105年11月28日 邀集李千朗張坤這兩位委員 進行現場會刊 會刊結論初步認定 本建造物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潛力 本次會刊標的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 及同法實行細則第八條 於列測追蹤 會刊記錄請委員 祥父接二第十一十二頁 現場照片祥附件三第十三四十五頁 另會刊當日有多位壁湖山中社區住戶表示 本墓葬地點設置於半封閉型住宅區內 未避免影響社區住戶生活 反對指定古蹟 建議維持現狀 本次會刊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以會刊總墓跡有三處 成為早夫妻合葬墓 墓碑有咸豐釘四桿杖 墓題有舊石桌 其餘為新切食材 第二處為成月季墓園 二 仍存石雕旗桿為公民之象徵 臺北只剩下成月季之前兩對 三此區三溪來繁複現場三座 皆為清代成家重要人物墓種 極具歷史價值與意義 另補充 成為早與成月季老師傅的成為英為兄弟 而墓群仍存之石雕旗桿 是當今臺北盆地內唯一流象徵 清代科舉公民的旗桿古墓園 更彰顯其歷史地位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因定期補償或接受個人 團體提報具古及歷史建築 經驗性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 並依法法定程序審查後列策追蹤 依前向由個人團體提報者 主管機關應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 第極讀請委員參閱 這是現場會看照片 明辦你請委員同意本案維持列策追蹤 以上報告 正好 在附近 überall Ferm堯還是有其他意見 不 如果沒有的話 反正挺辦 鄭教 就是那個 程偉早兒他是長子 他在悼光年間他是巨人 重 похож 那這段是他的勝負很重要的一段 史 focus 希望能夠把他 降���死亡 他是道光年間的寄人 因為陳家有好幾位寄人 像他的次弟陳偉英 他是長屍陳偉棗 他家裡有很多故事 不過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道光年間寄人 謝謝委員 其他委員還沒講 我們有登機要發言嗎 來請 這位是第一位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們是就是陳偉棗募群的社區 或是社區的總幹事 那因為這個整個的砍定的過程 社區已經有多數的住戶表達 也是對這個現存的這樣的一個 古墓群 他的整個目前維持的狀況是 在荒野漫漫當中 那也從外觀上也看不出來 那事實上據存的比較明顯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標柱 已經都很在荒草跟雜樹當中 已經很不清楚了 那我們實際去勘察那個地方 事實上就是一個 一個墓的墓群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也不具有很明顯的 這樣一個標的的狀況 那更何況說 他是一個在社區的 那就是我們環山路的這個馬路的旁邊 這個社區的正對面那裡 那我們也覺得說 如果這個社區 有這樣的一個跟古墓相處 四五十年一切都很平安的狀況之下 如果說要把它重現出來 是不是適合 那它有這樣的一個歷史價值 確實在文件裡面是可以了解到的 但對整個地區的這個居民的生活 是會有相關的一個影響 因為它畢竟是已經在荒草當中 已經二十幾年都沒有看到它的一個 墳墓的一個濕況的這種狀態 那更何況說這個社區 也屬於半墓幣的這個社區的狀態 所以祝福的一個大家的共識 是認為我們希望來實施 列為我們是我們現在所決定的 列車追蹤 而後市還有其他的方式來行解決 目前社區是這樣的一個意見的 謝謝各位 謝謝 邊今大綠 仔細ickt 登記發言的陳先生 有請他進來嗎 進來 各位好 幫他開一下 麥克風 那麼今天突然 能夠強勇 就被通知到會有一些國務聯盟的同友告訴我 那之前呢 我曾經在臉書上看到有這個審議 那我打電話問內湖陳金正老師 他跟我說 好像不是陳為沼的古墓 他說是有一支旗桿那邊 那我大概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我真的不曉得今天要審議我們家什麼東西 但是我想提出來的就是說 在道光年間的時候 我們家從始祖 文藍祖的墳 開始葬在那個握舞穴 整片的那個都是我們兩百多年來的這個風水寶地 那在民國五十九年的時候 王振宜 行政 人事行政局長任內的時候 他把我們家所有的子孫要同意給他們 去蓋這個中央新村老代表的這個別墅 不同意的就抓去灌辣椒水啦 這是很辛酸的一段歷史 我在淡水學裡頭那個論文上我有提點到 那我不曉得今天要勘察的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事實上這個古墓群它是早先 比起現在的這些聚落還要找的主人 那是因為時代的變遷 那被強制就搞成這個樣子 那還好我們最近我們的政府對於文芝有比較重視 那我不曉得說現在要怎麼樣做處理 那如果說以整個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歷史的脈絡 就是從道光初年陳文藍下葬了以後 就是他代表著這個北淡地區 就是台北我們現在的台北的這個陳家的整個歷史的一個脈絡 每一個人幾乎不是藏在那邊就是藏在關渡 就是這兩個坟區 那我想說的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重視它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厚隆正家 他的那個坟墓也成為國定古蹟啦 那陳文藍的墓其實我們大家有機會去看一看 他是不雅於那個鄭家的厚隆的那個國定古蹟 再來的話他還牽連到後面的所謂公愛孫 就是那個台北第一位舉人陳圍找的墓也在那邊 再來的話還有很多後代的 那現在僅剩下的 雖然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所謂保護區 其實也不能夠再開發 那我們如果全部也要保留起來 好好的做一個歷史研究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保留的 謝謝 好 謝謝 再請教其他委員有沒有要資料 我想如果沒有了 我們要不要說一下 給這個戶序家屬的知道 列車追蹤的工作議題好不好 今天要說一下 好 因為這個是非所有權人提報 那所以 所依照的法令是文治法第14條 那第14條它有兩種可能 今天就是 就是針對於之前請委員去現刊之後 他六個月內要報到大會來做一個審議 那審議結果就是 可能繼續保持列車追蹤 或者說要依照文資法17到19條 那17到19條就是啟動文資鑑定的程序 那所以今天目前看起來 業務科這邊所理的是 寫說仍然保持列車追蹤 那如果後續有一些特殊情況的話 那可以移植權繼續發動 就是啟動文資鑑定這一部分 那你列車追蹤他要做什麼 列車追蹤有一點像是 我們跟市府相關局處 所做的一個橫向溝通的聯繫方面 譬如說他這個 假設今天是一個 是一塊可供開發的基地的話 那有列車追蹤的監務 再坐落在這個基地上面的時候 那後續由文化局來評估 到底這個列車追蹤的監務 應該去啟動文資鑑定 或者是解除列車追蹤 那這有不同的一個處理模式 好 謝謝 文教老師就這樣一開始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地基圖 紅色跟綠色有什麼區別 綠色是保護區嗎 還是 謝謝 他的使用分區的部分 應該是有兩個 一個是公園用地 一個是第二種住宅區 就是因為他有兩塊地號 那558的地號的部分是公園用地 然後662是第二種住宅區 但是在委員看到那個地基圖上 因為地基圖就是有紅色的那個就是地號 那紅色那個區塊是作業單位 為了讓委員理解說那個 不是不是 這跟公有私有沒關係 那一個只是為了讓委員理解 公務坐落的範圍在那個紅色的那個區塊 其他的都跟分區跟地基都沒有關係 他有公園用地跟第二種住宅區 對 那是地號 如果那個是地號範圍的話 沒有沒有 它是兩塊地號 它有它這邊的瓶子 然後它有兩個地號 你認為有幅館斌的嗎 是不是 MISS 0662 是適用地呀 662就是一樣紅色 可是適用地 對 但是它上面的顏色跟 我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兩個主要是 有…有主翻線的應該是 公園地嗎 應該是公園地嗎 對應該是 應該是公園地嗎 所以真正住宅區的話應該是公園用地 跟國務委員報告 658D號是公園用地 它的產權是國有財產屬精管的國有土地 那662D號使用分區是第二種住宅區 它是財政局精管的室有土地 公司公布 如果說都是公布很久 那我們為什麼用戰略不接 剛剛柯郎講的 他本來就是六個月 因為他不是所有權人提的 所以經過程序 第一道程序就是六個月之內報經會 那會裡面可以決定下一個要不要進入那個程序 跟老實講 其實沒有妨礙 那如果兩個當然都是國家有室有的話 當然是可以進入 那我給他們一點 我想剛才我們城市家族提到的 後續如果有相關的這些作業程序 你們都可以從話題這邊可以知道 後續可以相對應的措施嗎 即使他現在是位在這個 室有或公有土地上面 就是城市家族 任何成員的關心 我想我們發覺都會讓大家能夠充分了解 那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委員會就是說 委員會同意他就是繼續劣策追蹤 還是要進一步的這些監聽的程序 其他委員沒意見 請 城市家族其實在台北盆地的開放史上其實蠻重要的 那陳維藻、陳維藝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人 那既然就是說那個土地上面 沒什麼太大的爭議是公布你的土地的時候 那剛剛聽第八代的陳先生 對自己的家族也非常的榮耀 那我相信也可以在這邊也可以請教他 就是如果他有一個文資身份的話 就是家族方面的態度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說家族方面的意見是高的話 我非常贊成就是把它就是進入到那個文資身 就是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因為像旗桿這些就是在北台灣有留下來真的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文化資產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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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來 主席今天還是先列車最終 那時候我們就進入程序 因為接下來程序大概還有好幾個月 來處理 還要去看至少兩次 好 可以讓我們就進入程序 我們請進來一個 安 1212 市定古蹟 班學棠移購 周邊土地 第號列車追蹤解列審查案 本案是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院區內探坑視覺建造物基礎文化價值審查案提送本委會第86次、87次會議審議 那會議的結論是同意指定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院區內探坑視覺建造物的基礎為本市的試定估計 那名稱為番學堂一購 那第二點是另有關番學堂一購目前僅於中任區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基地內發現 唯本揭坑跟臨近的揭坑包括城中段三小段九地號等十七筆 以及城中段二小段五九九地號等五筆一土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列車追蹤 未來涉及套匯部分之地下開花30公分以上的工程 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視覺以確認是否留存 番學堂、西學堂登營書院移購並依文資法相關程序辦理 所以在前開會議紀錄寒宋本府相關單位之後 本府的公務局興建工程處在去年的12月5號邀請本局跟城邦國俄圖有限公司 召開了延商本市文資管制區的視覺挖標準流程及管理方式會議 那會議結論有二 請文化局提供文資史基管制之以劃定的區域 以立道館中心提供周邊管線圖資與文化局評估參考 那第二點是請道館中心後續依文化局前述評估的結果 折其召開文資管制區的視覺標準流程及管理方式延商會議 本局在檢視本市公告或程序中的各類別的文化資產涉及道路周邊管制的僅有翻學堂移購 並提供翻學堂移購周邊列車追蹤的土地地號給本府的公務局興建工程處的道館中心 並於106年今年年初1月23號由本局邀集道館中心等相關單位召開會議 那會議結論是本案城中段三小段17地號土地適中圍合的桃園街長沙街一段 延平南路寶慶路也就是城中段三小段161822地號 城中段二小段636地號 直道路寬度皆已達8公尺以上 那依據本市道路及人行道挖掘深度相關規定 道路地下管線埋設深度早已達120公分以上 人行道也有地下50公分以上的開挖 故道路及人行道地下以下的地下移構存在可能性極小 請業務科須將本案相關資料提送本委會審議討論 那前開的市比土地地號是否解除列管 並依文思法相關規定 而後相關工程如發現距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居若建築群價值的建造物 儀式考古移植等 應及通知主管機關處理之規定辦理 這是番學堂移構的17地號 那現在目前之前台北地院挖掘的只有四個坑 那這個下面的虛線是番學堂跟西學堂地下移構的可能所在位置 這個是之前的一個土地的套繪圖 那這個就是12344之前試挖掘的位置 那下面這個實現的部分 就是有可能現在還存在西學堂跟番學堂 還有燈影書院的一個位置 它會出來的圖是綠色的這一塊 燈影書院西學堂跟番學堂 這邊就是有整個番學堂、西學堂跟燈影書院的 座落地號的一個套繪 那這次討論最主要是道路用地的部分 就是寶慶路、桃園街、長沙街一段跟延平南路 那這個四邊圍合的周邊的道路都已經達8公尺以上 也就是說它的地下開挖已經達到了120公分 跟人行道有50公分的開挖了 所以這個是道館中心提供的 之前已經開挖的管線圖 這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所以這次的禮辦是 為了本案交通順暢及公共安全 擬警本委員會同意解除 中正區城中段3小段16、18、22、17-1、17-2是多的 然後17-4地號還有城中段2小段636地號之列策追蹤 為耳後相關工程進行中如果發現具古基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居若建築群價值的建造物 以及儀式考古移植的應急通知主管器官處理之規定管理 本案提請委員會的討論 我們還是有要先發言嗎? 應該沒有 要先發言,好,再請 主席,我們這邊大概做了一個小檢發 跟同學跟委員報告一下 先麻煩那個檢查 在桌面 那下一頁 那剛剛優客這邊大概有提到過 這個環環堂的位置大概在我們的寶慶路 有路寬20公尺 桃園街大概有10公尺 長沙街一段有16公尺 那連平南路這邊有12公尺 那依目前我們發掘的知識條例的規定 是在這個路寬超過8公尺以上的 它的埋管深度不需要達到1米2以上 那請下一頁 所以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線 大概很多民生線 一段管線已經都埋在地底下了 那大概所有的管線大概都要求有1米2的一個深度 大概人行道至少有50公尺下一頁 所以它埋管的一個資料大概就是說 埋深以後它的管的上緣部分要保持有1米2 那大概我們這幾條路的部分大概都有這個埋深了 所以有30公尺再去探望 可能請委員這邊再多一考量 謝謝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我們 是不是同意這個 提案 原來我們4分1號 反正現在就是說 後續如果 在這個施作過程 有相關的移植發簽 還是要請這個相關程序來看 那這樣的一個提案大家 是不是同意 請請教一下 你們這個是已經開挖的管線還是預計劃的 已經埋在裡面 那有沒有計劃的 目前 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 已經發展去了 它目前已經是發展比較 2、30年開閉過的大路 但這個 比方說這個 雨水槓管 這邊都沒有 已經都坐在側溝的兩側 大路上兩側都已經側溝 對 因為雨水槓管比這個還要深 是 所以你們 沒有表示 沒有 沒有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第一的部分來執行 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一段 審議2 中正區國外路150號 原局原百貨店 國外路148號 合法資產價值審查案 反案 請您說明無下 反案基地位於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段二小段488489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 所有全屬為國泰建設股廢有限公司 進入目前為商辦大偶 部分對外遭注重 原局原百貨店位於京國外路150號 之後將於國外路148號合併改建 地極突擊都市計畫國情委員相互建議第五頁的地方 本局於103年6月受領民眾提送局員百貨 國外陸150號聚古基或歷史建築價值建造物提報表 並於103年7月31號辦現場會刊 會刊結論予以列策追蹤 情委員相互建議 本局自104年12月3日起 一陸續監獲民眾提送之提報表 國在建設公司委託台北市結構機師工會 張義正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本建築文化資產調查報告 105年1月29日發言本局申請檢除列策 蘇二全人國泰建設公司表示 因本案建築物年代久遠 且結構強度也不符合耐正標準 期望與臨近地主界由都市更新方式保留 居然百貨之外觀意向及部分內部工建 以促進都市發展再利用 並延續台北城之歷史基因 原始本局遂筆職權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18條規定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局105年5月23日辦理不案入148、150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馨二老師、黃世堅老師、 張天全老師、薛琦老師及林慧成老師 會刊結論經委員充分討論後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市專案小組會開意見後續將提送 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會議意見摘要留下 居然百貨店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座現代化的西式百貨店 是早期全台最高的民間建築物 居然百貨店為當時國內西式建築的代表作 其結構系統形式清晰合理、造型簡潔 此外為方便顧客上下融翼配有身價機 因此保安在建築史及技術史上有其歷史意義 建築物主體經多次增改建 外觀稅有改變 但仍保留其樓、室內及室外柱子 外牆及屋底電梯設備 為現存結構經民國五十七年大改建 存有許多安全疑慮 目前經耐震評估其耐震能力不足 補強所費不支 國內建設公司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二十二 發案本局說明對原局有百貨的保存立場 其能與周邊屋組合作開發 以保留局有百貨外觀意象的方式延續 第四層的歷史記憶 本案 今一百零五年九月二三日 文資委員第八十五次會議決議 請文化局都市發展局 就本案如何監控區域風貌防身 及民眾權益等開會延商後 再送本委員會審議 本局一上述文資委員會決議 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邀請 相關單位召開延商會議 會議結論 為使本市文資委員充分了解本案 邀請之提案原本次會到場 請優客再辦理一次現場會刊 請尚未致援局有百貨店的文資委員參與 已瞭解所有權人所提之保存方案 並再次反請提報人物必餘會說明 本局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 辦理中正區國外陸一百五十號 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 本案將並同前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需提送台北市文化資產水義委員會水義參考 本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局員為建築特殊風格之重要社會記憶 如青崇天高 五之退縮 臺灣早期最早14CF之案例 建物臨近國外特區 建物高度應收到限制 需取得當年局員百貨之圖面資料 以作為重建之依據 主要特色除了轉角立面其樓外 上有內部之跳高空間 七層以上之退縮量體等 上層建物如高度過高 也可以將本案之剩餘容積移轉 原局有百貨之內部空間與立面元素 國內第一座電梯百貨大樓的特色亦恢復 目前規劃方案建議立面退縮以3D仰望方式 模擬接角之一項 以局員百貨為主角的分配角 局員反映紐約建築退縮 保障採光通風圈 清神及第一座電梯的意象必須保留 其文化資產價值在於建築史上 為台灣當時最先進的建築技術 45度角斜切為特賣廣告 甚至政策實施宣導 佔後為食物配給發送 均職人員特賣商場反共一式 接受交代的場所 其價值以達指定古蹟的標準 未來修建因盡力保留局員的價值文明 原局有百貨經過數次改裝 原來的室內格局及外觀都已經蕩然無存 且有結構安全疑慮 為局員百貨對台北市橫陽路具有重要意義 建議國泰建設將局員百貨按原樣復建 盡量用原材料不只外觀足層退縮及復建山橋西部 還包括室內跳空及電梯位置等 新建大樓應退縮到原局員百貨山橋後 利面盡量簡單作為陪襯 凸顯局員百貨之量體及造型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七之一條資產評估報告 請詳復建局第28到33頁 地級圖請委員參閱 都市計畫圖也請委員參閱 這是早期的外觀 這是目前現況以及會看照片 民辦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後續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我們是在先請國泰建設要發表 主席各位委員長好 那國泰這邊的話其實這段期間我們也有在請建築師還有結構技師這邊 那就其實我們也展現最大誠意就各種可行性的方案 等一下建築師這邊會做報告 不管是現有的結構我們去做一個結構補強的修復 還是說以外觀一向的回復去做一個重建的動作 那各個可行性的方案我們等一下會去做一個評估 然後給委員跟主席做一個參考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 我是國泰委任的建築師 蕭麗仁 那以下我們就來說跟各位簡要的說明 目前各種方式的保存 我們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好 下一張 那先報告就是 這個是菊原百貨的舊址 在這個角地的部分 那在民國57年的時候 南洋百貨興建就是這個藍色的部分 然後在那個民國103年 就是臨地A.B 希望共同來進行都更 然後在103年8月的時候 因為台南林百貨也重新開幕 那那個時候也將本大樓列車追蹤 這樣重新審視這棟大樓未來開發的一個可能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當初菊原百貨的外觀 那這個是現在的外觀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民國66年增鑑的部分 那上面的部分也增鑑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樓上這兩層的一個立面 目前是已經沒有了 那 好 下一張 那我們簡單報告一下 就是基本上外牆的馬賽克的部分 在民國57年的時候 跟線板已經全部移除 所以基本上當初的材料已經都沒有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這邊的增鑑 跟頂樓的把它補鑑出來的話 所以當初的立面也已經消失了 所以簡單來講的話 現在的一個立面這個轉角的一個地方 已經沒有當初的立面的一個材料 那所以我們就以上三種的 古蹟保存的一個可能性來做一個分析 第一種就是完整的結構保存 就是就地修復 就像林百果的模式 那B種的話就是連接立面保留 就有點像現在的那個 中國成大酒店的一個模式 西方案的話就是外牆意向保留 用原本的一個構造材料工法 用重建的方式來做 那基本上這三種都是希望可以把 具有的一個精神跟構造 跟例子的意義來把它保存下來 只不過這三種方式的一個進行 各有各自延伸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需要去做一個判斷 那如果說我們 我請結構機師依照現在的建築法令 來做計算 那基本上如果結構要 我們如果整棟補牆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要有40公分的一個RCA牆 做檢疫牆 基本上在每層樓都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好 下一張 那基本上這就是原始的一個建築結構 那這個是我們補牆的一個檢疫牆 那補牆的結構以後 目前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如果是依照現在的建築法令的話 那將來的室內的話就是沒有辦法 這是原來的一個室內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將來看到室內都基本上都是會被檢疫牆所包覆的一個情形 好 那所以結構補牆的建議就是包括有這三點 第一個是所有梁柱要進行探先貼附補牆 那第二個就是基地下方要做地質改良 那本案的現況自愛難行 因為目前的我們上方是有結構體的 所以說地質補牆的話 基本上要做一些那個一個破壞型的一個 才有足夠的施工空間 那再來就是原本的一樓跟三樓的 有一些在民國66年把室內調控補起來的部分 那個部分還要再把它移除 所以基本上如果完成結構 完整結構保留的話 就是有以下的這三點問題 好 那優點的話 當然是就是可以保存的最大量 那目前造成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結構內部空間比較難利用 那那個外面的話 就是還是以仿製的方式來呈現菊原的風貌 那無法做地下層的一個施工 地質改良困難 那目前綠離子含量中性化的問題等等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林地地主 它的一個就是都更的一個權益 沒有辦法顧及林地地主都更的一個權益 這是A方案的一個問題 好 再來 那B方案的話就是沿接保留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我們也把相關的問題 等一下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好 下一站 那基本上這個框架 將來可以把這個外牆 來原先的局員百貨的範圍的一個外牆 來做一個保存 那原本的地下室的一個使用的狀況 就變得非常沒有效率 原先有16部停車 那現在只能 如果保存的話只能做8部停車 所以在地下室的使用來講是非常不方便 好 下一站 好 所以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保留局部的構造 那地下室可以去試做連續壁 然後降低土壤液化的一個效應 那缺點的話就是說 它造成的問題就是說 地主的權益還是受損的 那地面表層基本上也是用複製的方式 地下室利用就是效益不佳 那再來就是現有牆面的保存 會產生公安 再來就是原有的粒離子 中性化等等問題的一個疑慮暗示存在 那C方面 C案的話就是整體重建 那就是用當初那個局員百貨的一個意象 跟它的精神來做一個復健 那基本上它的窗型水平四代退縮 就是上市委員指示的那些 譬如說電梯的保留空間等等 那基本上都要予以尊重跟重現 所以基本上就是採取 就是我們既有的容積可能會退縮到後面 然後把它安置在後面 那前面的話還是依照局員百貨 現有的一個狀況跟精神 跟當初的工法跟構造 予以來重建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有這個 C方案的話成建有它的一個優缺點 那以下的話就是我們有幾個可能的方案 比如說像A方案的話就是零百貨的一個模式 那當然它會有它延伸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台北城大酒店 那再來就是一個日本的丸子內大廈 那基本上這個是整體重建 那這個是沿街立面保留 這個是完整的保留 那我們有針對安全性 針對歷史意涵跟地主權益 這邊有做一個大概的一個說明 也提供給各位委員來做參照 那有關於結構的部分委員 請結構記事來做一個補充說明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我想讓各位委員大概了解一下 目前我們這個案子的一個結構現況 那這樣子我們這邊也委託了台北市結構記事公會 針對本案的一個結構狀況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調查 那這個其實是目前的一個基本條件 譬如說以我們目前圓百貨的一個狀態 樓層高度的一個狀況 目前它是一個七層樓沒有地下室的一個構造物 換下一頁 那目前這案子最大的問題 當然出現在結構的一個強度部分 那首先我們有進行現場的專心 那專心結果顯示 當初在針見的六樓七樓 它的結構固定有強度其實是非常不足的 那大概平均起來大概最低的有到168KG線平方 那是低於目前規範要求的 三天半混凝土的最低強度 那在我們探測中性化的狀態之下 發現大部分的樓層它的中性化 都已經超過我們的保護層的一個厚度 那顯示目前混凝土它保護層 對於整體鋼筋的保護 已經損失它原本的一個功能 那在綠粒子的部分 其實在四樓跟七樓也都發現 綠粒子含量已經超出目前規範要求的一個最低標準 那重點是在於耐震能力評估的狀態之下 那依照之前的這些資料 我們進行的耐震能力評估 發現粉凍結構的耐震能力 大概在X向Y向 大概都只藉於0.12到0.15G之間 那沒有辦法滿足現行規範 0.24G的一個基本要求 那綜合以上這些條件 當然一個防止的耐震有問題 當然是它有種種補強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簡列目前要滿足現行規範 在我們這棟結構發生的幾個重大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耐震能力不夠 第二個就是部分混凝土強度不足 那另外混凝土本身的中性化跟綠粒子的含量 也都已經超過目前法規的標準 那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 還會衍生出來的是有基地 而參照目前台北市的液化潛能潛視圖 我們基地是位在一個高度液化的區域 那在以往基礎下方 並沒有辦法對液化做任何處理 那另外現行的房子跟隔壁的房子 是共構在一起的 所以它並沒有流分足夠的風狀距離 那以往鋼精綁紮細節 也都不能符合現在耐震的狀況 那就算我們經過剛剛建文師提的第一個方案 做檢疫牆的補強之後把耐震能力作為提升 其實衍生仍然在中性化綠子含量的問題 沒有辦法處理 那土壤液化問題要解決 也必須發費大量的一個破壞的工作 會造成我們整體原始結構的一個損壞 那另外在碰撞距離的流射 以及大地震作用下結構的韌性能力 其實都沒有辦法獲得完整的發揮 所以我們才會跟建文師討論 有提出了三個完整的方案 讓各務委員來參佐 好 謝謝 總長 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有兩位正經發言 對 跟主題報告 我們總共有三位提報人 呃 正經發言的 那第一位是鄭培哲先生 謝謝 謝謝 麻煩請到那個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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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